小館子裡面也有讓人垂涎的美味 像是這麵館的炸醬麵 就跟老闆娘東北性格一樣豪邁 在經典炸醬之外 火鍋肉片 杭心蛋 家料澎湃 老闆娘來自於哈爾濱 本來是獨當裡面的金牌貴姐 月薪 獎金加一加 月收入超過10萬台幣 但是為了一元創業夢 不聽老人言 硬是開啟哈爾濱風味小麵館 結果一進廚房 果真糗事連連 就看這一個菜鳥廚娘 怎麼人情逆轉 做出台客超哈的美味麵點 這是我們的招牌麵 嚐嚐看 人氣炸醬麵一上桌 火鍋肉片 糖心蛋 還有生菜 沙拉滿滿一大碗 還沒有開動 已經嚇爆 嚇一跳 因為很大碗 就份量很大 很足夠 是被嚇到的 太大一份了 很大一碗 對 一般沒有那麼大 真的假 我吃都很夠了 我再來吃就根本是吃不完 真的 真的 CP值超高的 視覺驚人超澎湃 乍看吃不完結果還是清潔溜溜 因為這鹹鹹香香 炸醬滋味非常開胃 老饕台客甚至自創全新的搭配 很多客人問我說 老闆娘可不可以做成王醬飯 還可以飯嗎 對 我覺得我的客人還滿有創意的 他米飯真的不太熟 因為鹽家木的老家在哈爾濱 做的炸醬是典型的東北style 沒有豆干 沒有毛豆 滿滿全是根莖瓜果 在過去蔬菜類有沒有 它取得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你會發現說 我很多食材裡面 會用了很多根莖類的東西 因為東北會有一個習慣 就是會儲藏冬天的菜 叫做那個秋菜也好 過冬菜也好 大白菜 然後還有蘿蔔 然後 對 這些的話 都是我們比較傳統的一些根莖菜 每年10月到隔年3月 哈爾濱冰水紛飛 飲白覆蓋 到了台灣也想做客車雪國的家常 但親友一聽都反對 那婆婆很擔心想說 我這10幾年好像也沒有什麼煮鍋菜 然後也不太會煮的樣子 老人家嘛 他會一直碎唸一下 然後講說你不要開 你不要開 你開了會倒怎麼辦 對 然後就一直反覆地幫我洗腦 畢竟創意之前 它是百貨公司的金牌櫃姐 只要動口不用動手就有月薪10萬 還升任主管 偏偏是不聽老人言 果真開業就後悔 一開始的時候 把做吃的想得太簡單 就是說開餐廳很簡單 就是坐在那邊數錢就對了 結果 結果 累到快瘋了 原本想著舅舅表哥都是大廚 隨時有在討教 沒想到光是出餐的速度 就讓台客吐槽連連 我跟你講 你以後會變成排隊的影片 我說 自己還心裡面竊喜了一下 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 怎麼會我才剛開 他說 因為動作太慢了 東北家場降位 在台灣也面臨了挑戰 黑濡濡的一大勺原味上桌 立刻換來各種埋怨 太單太閒 CP值太低 都有人嫌棄 為了討好台客 眼睫目 傷透腦筋 那我覺得說 來到台灣的話 應該要適應一下民情 所以我要有一點海的味道 結果就有加 在網醬麵裡面 加那個魷魚丁下去 覺得這個鹹香回甘 加上那個海的腥味 覺得好奇怪喔 幸好降到台灣十多年 慢慢目出台客喜好 肉片竟然在唐辛蛋 越加越對味 哈爾濱絕對吃不到的華麗口味 遠氣逆轉 最瘋狂的時候大概 因為我是營業到晚上九點 然後有一次六點鐘的時候 麵條一拜完 六點半我就把鐵門拉到一半 結果還是營業到晚上九點鐘 大家吃什麼呢 吃火鍋跟水餃啊 沿家木的餃子也是當家紅牌 特別是這紅蘿蔔水餃 買起超級紅貨 曾經一天出貨上前科 我吃紅蘿蔔的人 我只吃他們家的紅蘿蔔水餃 真的是汁鍋 然後那個紅蘿蔔 完全沒有那個腥味 非常好吃 因為孩子都愛吃 它的紅蘿蔔餃 不知道吃了什麼魔法 就是你吃起來很鮮甜 像小孩子都會喜歡 飽滿的內餡紅通通 紅蘿蔔幾乎跟豬肉一樣多 口感激脆 所以卻沒有討人厭的草腥味 因為沿家木由奶奶流傳下來的小秘訣 紅蘿蔔它是一個很甜很脆的東西 很脆口感 弄下去把它切成接近規則的 0.1公分的正方形的丁 所以它咬下去的話會有咔嚓咔嚓的感覺 苦味的話就會比較不明顯 所以東北人講說好吃不如餃子啊 就是最好吃的蘿蔔魚餃子 水餃 在老家餃子的內餡 全跟著農產食節 沒得抗議挑嘴 但為了兼顧小家木的口味 奶奶總會加進成年老魯醬墨蔥花 最後再拉著小家木跟著林里一起攪過 真的是覺得好玩 難得很多人來你們家 然後就是所有的左臨右舍啊 他只要知道說 我們家需要幫忙 大家都會來 那同樣的別人家有需要幫忙的話 我們也都會去 然後小朋友就會到處跑來跑去啊 然後覺得很熱鬧 特別過年前為了準備迎生拜拜 招待親友 家家戶戶一包都是一兩千顆起跳 整個村子在冰天雪地之中 被餃子團團圍繞 不用冰箱啊 對我們放到外面就好了 基本上所有平台都可以擺水餃 不用像冰箱啊你還要調味 小說黏著奶奶當小幫手的美好時光 成了創業最好的滋養 打動小家木的紅蘿蔔配方 如今也成功征服台特 北方的口味 我沒有去做台味的一個調整 還是可以被大家舉手 就是說作為東北人 我們自己的一點成就感 最有成就感的就是那種 我不吃紅蘿蔔 但是我喜歡吃你的紅蘿蔔水餃 用台灣話應該講說很屌嘛 對 從金牌櫃姐到菜鳥廚娘 從不被看好到人潮落意 這來自東北的姑娘證明了 只要是好滋味 不管去到天南地北 都是讓人超哈的吹鮮美味